Hello 大家好 今天王思拉厨房想介绍一个小技巧 其实平时我们穿针引线 其实都是非常简易的事情 但是当年纪开始大 你的眼睛的视力又没有那么好 穿针对我们来说 已经开始成为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 因为针孔其实可以是很小的 那条线怎样可以刺得进去呢 我们都可以靠一些少少的 穿针器来帮忙 好像我现在画面看到这个 我也不知道是多久以前的 但是其实技巧非常好的 如果用一个穿针器 就算你的眼力很好 都可以用的 因为它都很方便 穿针器在旁边 你会看到有个位置可以推上推下 你又会看到有支针在顶上推上去 而针有个勾的 所以很容易就会想到 那位置可以让你勾一条线 我这支针究竟要锁到哪个位置 我就尝试在旁边 在旁边有个圆孔位 你可以把针锁进去 接着呢 你再将 这个穿针器里面 有勾的针向上推 其实你试到 就是刚刚有勾的针 就锁进针孔里 那里 你会发觉你原本要穿线的针 就会拔不出来 因为它会刚刚被 有勾的针锁锁住了 接着呢 你就将一条线放进去 那个右勾的针里 接着呢 你就将自己的针 就拉出来 那条线就可以 进入了针那里 而且是四线的 那就是说 如果你是想 那些线比较粗一点 就是如果 当你想练一些 那些衣物的时候 如果你想线粗一点 就像这个穿针器 就好用了 因为它一穿进去 就已经是四线的了 那我自己呢 就是 看回你自己的需要 那比如我现在想要 双线的 那我就弄出来 那接着呢 你就 剪掉你所需要的线 那个长度就可以了 那接着呢 我都会示范了 如何去打那个结 那其实呢 可能很多人都会认的 那但是呢 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呢 我就觉得 可能他们都很少会接触 斟子这样东西的 那所以我都示范了 那其实呢 就 将那条线呢 绞住手指一圈 那接着呢 就将它 就是裂下去 那接着呢 它就会打成一个结的了 那就是 方法很简单 那这个穿针器呢 在平时卖针线的地方呢 都很容易买到的 那有了这个穿针器呢 那有些时候 就不需要说一定要靠些年轻 帮我们才可以穿到那支针了 那好吧 今次的分享呢 就去到这里了 那如果我喜欢有条片的 就like share 和subscribe our channel 我亦欢迎来到影片下面留言的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